你知不知道這間酒吧是一個很英俊的國際明星開的 是誰啊? 認識的 Pan? 很英俊,不過不是他開的 那是誰啊? 吳彥祖啊! Dio! 不是吧? 我們今天有沒有碰到他? 他在這裡 Hello Daniel 歡迎歡迎來到36 Hello Daniel 很榮幸 明星到你 謝謝你 哇 OK 見你現在在喝一杯Hi-Bo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Hi-Bo是來自哪裡呢? 以及它的特色是哪裡呢? Hi-Bo基本上是威士忌的雞尾酒 它的歷史就差不多百多年前在美國發生 去到一九二幾年 就去了日本 他們就將那樣東西用高質素的威士忌 然後就做一些很日本的特色的味道 然後就放進去 就變成日本風格的Hi-Bo威士忌 我們這裡 The36有很多種Hi-Bo 這種我最喜歡喝的 就是Hoji茶 Hi-Bo Hoji茶是一種茶 nat visitors 威士忌跟平時的一種不同 它的味道很淡 你要用東西去配合 去引出味道 所以這種是 這個日本香檸檬 和黑檸檬的苦味 和苦的食物 配在日本一種威士忌 這就是Hoji茶 Hoji茶 是蟹玻,試試吧 試試 嘗嘗 給你嘗嘗 我不客氣了 是不是很清爽 很清爽 很清爽 我想知道對著你個人為何會喜歡喝HIGHBALL 像我個人 簡單 我喜歡簡單的東西 這個比較適合我一點 簡單 但很豐富 又經典 我覺得酒 梳打水和冰好像有點不同 是不是呢 我們當每個雞蛋糕是藝術作品 所以每樣東西都要做得很高質素 譬如說冰 是我們拿一塊大塊冰 我們叫Mixologist 就會自己填冰 放進去 不會隨便用平時的冰 一塊冰 完全看不到 因為它是實的一塊冰 這個便會保持溫度 和不會滅滅威士忌 保持著味道 所以我們會保持這種傳統 加上水 蘇打水和普通的Flat Water 都是一種特別的 pH balance 所以不會影響到酒原本的味道 對 說說裝修吧 因為我也有份去秘訣 設計 我們也是跟回泰波的歷史 以前人家坐火車或坐遊輪 我們想保持那種優惠的火車 或是優惠的游輪 那種感覺 以及那個年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環境很特別 因為好像坐火車 你就很穩定坐在那裡 但世界一直在走 所以這個天橋 人們很忙 在外面但你仍然在裡面 很放鬆很放鬆 享受你的飲品 就等於坐火車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保持這種感覺 在這間酒吧 那如果外面的人知道你在這裡 你是不是應該封閉 你又對 蘇花味有這個問題 可能這個訪問出來了之後 就會有很多人站在那裡 對 應該會看著網路 那應該是派人買票吧 應該 想留意Daniel Wu的訪問 記得留意今期流行 去吃誰 還有它的游方 喜歡 willen是 感谢观看